好 那个今天聊话题啊 就是现在开始复习完不完 怎么说了 这两天这个广东这边也开始降温啊 所以我也预感不妙啊 有可能要感冒了 因为上个月 你看上个月 上个月了这个月 记不清楚了啊 时间过得太快了 就是人的记忆力很有限 基本上这个一个礼拜的事情也就差不多了 人类最大的一个毛病吧 就是善于遗忘啊 当然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 是吧 那好的地方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忘掉以前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让我们不长教训是吧 过去就过去了 因为没有发生一样 也是这样啊 应该上个月刚感冒完 但是 这边又降温了 降温就有可能我又会感冒 有可能又会感冒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有可能 一些复习进度啦 什么就 就会受到影响是吧 所以有这个道理啊 也有人问我啊 就现在复习晚不晚 我记得 刚考完那个 这次考试的时候 我说要开始复习 有人就 在我这个评论区下面留言 说不是刚考完吗 是吧 意思是说太早了 是吧 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一问 就是在我评论区下面留言这个 这个这个同学啊 或者这个这个人啊 他现在复习的怎么样了 是吧 如果说复习的很好了 也罢是吧 不应该是吧 因为他不着急嘛 人家很厉害不着急嘛 所以还是那个道理啊 主要看你这个对这个考试的重视程度啊 或者你觉得这个考试啊 对你重要不重要是吧 如果不重要 就无所谓了嘛 是吧 不重要的事情呢 没有必要去讨论和思考它 徒生烦恼 没必要 但如果说认为这比较重要的话 还是那个道理啊 就尽早开始复习 当然我也说过啊 就我们的课程啊 常按照这个 两三百个小时 两三百个小时 这样的复习时间来去设计 当然不一定说一定需要两三百个小时啊 也不一定说两三百个小时一定够啊 这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是吧 因人而异 我们不可能说 嗯 一套衣服啊 就大家就是 所有人都都什么啊 都能够啊 不是这个概念啊 但是呢 早点开始复习还是好一些啊 尽管说我们做两三百个小时 单身两三百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如果你放在这个后边啊 一天你比如说六七个小时啊 五六个小时这样的复习 复习的效果效率 其实都是不好的 还是要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管是学习啊 是锻炼身体啊 干什么事情啊 都少量多次是吧 把它放在一个时间比较长的维度里去做 这样的效果就好的 嗯 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学习过程中确实你说枯燥不枯燥呢 嗯 也挺枯燥啊 就说你要问我说 每天早晨录这么一段啊 哎 枯燥不枯燥呢 也挺枯燥 是吧 哎 这是什么声音 哦 因为我设设设设设字 哎 不停了 因为我设置了一个 哎终于停了 因为我设置了一个 这个什么呀 就是 不是闹钟啊 因为我 早晨起床 目前的状态是不需要闹钟的 呃 设设了一个叫什么 啊 一个课程啊 因为以前我们的课程是 这个 六点啊 最早的时候是五点吧 记不太清楚了 五点五点半 所以到时候会 他那个 会议会提醒一下 是吧 因为 尽管我起来了 有可能我在做别的事情 是吧 那准备课程啊 什么呢 他会提醒我啊 还有几分钟 就开始要要要播了 是吧 哈哈 现在这个直播很火啊 所以还是这个道理啊 因为每天 尽管可能你听的比较比较 有可能你天天听啊 有可能大概率你就偶尔听一下 是吧 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啥是吧 不就是 陆陆嘛 还有人 还在我的评论下 那个什么是吧 再说点分量话 这都有 但无所谓了 一般像这样的 我就基本上就拉黑了 我没有那个耐心 说什么 那个不拉黑啊 我是 看到说这种 不是说 真正经经你要来讨论问题啊 或者什么的 我就拉黑了 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也不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说 还是那句话吧 你说这个学习过程中 那个什么是吧 哎 不对啊 我把生意已经 已经关掉了 那怎么刚才还小 好奇怪啊 要不录完了我看一看啊 什么情况 所以说 说到哪了 一打岔又忘了 所以还是这个道理吧 就是学习过程 确实比较枯燥啊 所以 嗯 怎么说呢 跟我们以前建个穷啊 我觉得还是 作用非常大的 是吧 至少大家有一个 有些伙伴啊 有些小伙伴 我们不论年龄大小 是吧 有些同学 大家一起在 在学习 一起在 前进是吧 啊 然后呢 我们一起去 嗯 在这个比较相对来说 有些枯燥的 过程中啊 一起前行 但你要说 这些枯燥啊 这些过程值不值得啊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是吧 啊 因为实事求是讲啊 当然现在也说 这个行业饱和啊 内卷啊 什么是吧 但你回头想想 哪个行业不饱和 哪个行业不内卷是吧 原来你的行业不内卷 不饱和的话 那你何必出来 又跑到这个这个行业了 对不对 一个道理是吧 所以说 嗯 还那句话 我也说过啊 这个行业目前来说 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一个行业 嗯 是一个虚 虚胖的行业 是吧 就实事求是讲 就这个行业里大多数的人啊 离开这个行业 是挣不了这么多钱的 啊 所以说 嗯 当你 是吧 就是通过考试啊 一个月也能拿个班八千手啊 我指的是三体系啊 普通三体系 哪个二八千 六七千 七八千手啊 那你就啊 所有的付出啊 都是值得的 所以就这个道理吧 我也不多说了 都说好像 嗯 那叫什么 多说无益吧 有人人家自己学 你不说也学 是吧 那不学的呢 嗯 你可能 带一带啊 他就会学了啊 所以我们的课程啊 也主要是针对这种 可学可不学啊 也不知道怎么学的人 是吧 那样如果说 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啊 有非常强的这种动力啊 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 对吧 有非常多的复习时间 自己学就行 但是大多数的考试 我觉得不具备的啊 否则为什么每次 一次过五科的学员 不那么多呢 不是学员啊 因为有些不一定是我们学员 啊 为什么一次过五科的 通过率那么低呢 还是因为大多数人不具备这几节 是吧 嗯 学习目标也不明确啊 学习动力也不那么足 是吧 学习方法也不那么好 嗯 还有啥 但是 就就会耽误时间 是吧 所以我也说了啊 就些人 也问我价格不价格这些事情啊 我说比起半年时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吧 因为你一次股科过不了的话 就意味着下次还得再考 对吧 所以影响你的实习啊 转阵啊 这都影响 对吧 因为尽管过一科 呃 你也可以 可能说会获得实习机会 但是在目前的这个就业市场上 呃 单体系 学员 其实没什么深层空间 说实话 比较小 啊 所以还是那个 那个道理吧啊 什么时候开始开始复习都不晚 但是呢 尽早复习 那肯定是好的嘛 对不对 好吧 呃 就不多说了啊 好 那个 今天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 这个招生 招生的这个视频 再更新一下 呃 因为这个考试结束了嘛 啊 考试结束了 我们那个 学员也给给了我一个 呃 一些一些反馈 包括我在 在有的视频 可能跟大家去 聊过啊 聊过我们这个 呃 这个课程的一个 辅导课程的一个 通过率 是吧 通过率 呃 那个我们这个课程啊 呃 实事求之讲啊 就是如果 我也说过啊 就是如果说 啊 我们说我们的 一次过五科的通过率 是第二的话 是吧 呃 我敢说啊 没有哪个辅导机构啊 没有哪个辅导老师 敢说啊 他一次辅导五科的 这样的辅导课程的通过率 更 是第一 更高 我敢说这句话 呃 是这样的啊 就是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啊 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吧 要领先的地方 首先我们的课程啊 就是迭代到现在 呃 应该就用这个吧 就用这个背景吧 呃 我们迭代到现在 应该是已经 进入到了一个第三代啊 第三代啊 第三代课程啊 第一代课程就是传统的 这样的 呃 老师拿个PPT是吧 然后拿个 小小小小小 现在当然比较先进了 是吧 拿个小荧光笔啊 或者那种 扁读笔是吧 画呀画呀画呀 挺挺挺挺 挺先进是吧 也挺费劲啊 画来画去画来画去那种 呃 第一代的课程 呃 第二个课程就是我们上次考试啊 上次考试用的 用管理体的思维呃 呃 来保证这个 复习的效果啊 考试的结果啊 事实也证明我们第二代的课程啊 呃 对于大家就是一次通过五科 呃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吧 用我们过程管理化来说就是 你有什么样的过程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控制好 对吧啊 你输入然后整个的过程控制做好了 那你结果一定是 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 是吧 就这个道理啊 因为它变异啊方差啊 相对来说是可控的 相对来说是可控的了 呃 那么到第三代这个课程啊 到第三课程啊 我们用的是项目管理的方法 我们会把整个的复习过程啊 更精细化 我们的资源投放啊 让它更精益 啊 大家可能学过一些精益生产啊 或者可能有这样的思维 呃 所以我们这个新的课程啊 这次考试用第三代的课程啊 第三代的课程 就是更高效 更绿色更环保 更可持续性 是吧 呃 呃 那句话 看结果 看过程 嗯 事实包括结果也也验证了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遥遥领先的课程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这个不是我说出来的啊 这个我们也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管理啊 我们有这样的思维 用这种方法去做 我们一定能保证结果 是吧啊 这就跟我们天天将来以后变成老师之后 啊 要天天跟企业去讲 是吧 呃 这个课程 呃 这个这个管理企业有帮助有帮助 是吧啊 他是一定有帮助的 是不是啊 没有帮助的话 那大家搞的东西干啥 是吧 这课程一样啊 我们如果说啊 用这么好的方法最后没有效果 那怎么可能呢 对吧 事实也这么样 只要我们用呃 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啊 这样高效的一个复习方法的话 我们一定是可以 呃 能够一次性通过五课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信心啊 这事实也证明啊 所以 呃 从我的角度来说啊 就我讲这个课呀 就会就更轻松了 因为无数成功的案例 已经验证了 我们方法包括这个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就这个道理啊 别的也不想多说了 就是 尽早开始复习吧 尽早开始复习 呃 后面是我的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 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呃 课程啊 就是跟着一个老师学一学 是吧 跟着课程去走啊 更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嗯 别的别的没什么吧 因为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啊 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再再继续沟通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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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